高雄一名夫人刚回到家就被撞飞了 而这位肇事的骑士当场逃逸 她是一家知名连锁店的店长 深夜十点多 无姓夫人和侄子骑车回家 才刚下机车 侄子前脚进门还不到一分钟 夫人就被另一台机车告诉冲撞 整个人被弹飞倒在血泊中 夸张的是 骑士撞人之后立刻迅速骑车逃走 是应该有 会有骑士吧 因为让人撞击力也很大 先撞到车厅然后再撞到这一台 那看血泊就是她的后难道 看到姑姑被撞 侄子立刻骑车狂追撞人的机车 足足追了500公尺逮到人 发现沈姓男子骑回自己店里 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想到姑姑就在狭小的巷子里 被酒驾的沈姓男子撞得重伤昏迷 她气得直发抖 从那边过来 他过来的时候 撞进来 在这个地方倒地 他人还就是那边就是 然后送到高一急诊的时候 他就10分钟才清醒 他清醒的时候就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糟糕的沈姓男子 还是兼知名连锁店的店长 员工得知店长闯祸都低调推说不知情 神兴男子坦诚撞人 推说因为道路灯光昏暗才会发生车祸 但监视器清楚拍下他造势逃逸的身影 让他想赖也赖不掉 中天新闻王嘉庆黄沛如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